近日,香港激进示威者发起多场非法集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8月14日,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在香港出席港交所中期业绩发布会时表示, 近日发生的事不是小事,对香港经济影响长远,希望示威者好自为之, 并指自己和港人一样,希望港人治港,特别不希望港人乱港,盼社会早日恢复理性。 李小佳表示,现实港交所交易正常,系统安全稳定,股票市场有序运作, 但是股市波动性较大,相信主要是受全球经济环境影响,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对港股市场造成重大影响, 特别是最近的一系列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这么大的事情在香港发生持续这么长时间, 对我们这个市场,对我们大家所有的港人, 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都是非常长远的, 因此我也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自为之, 最终能够走出今天这个困境。 市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波动性比较大, 然后交易量也有所回收,在这个投资者的心态上面和风险的胃口上面都有所减少。 8月10日,包括李小佳在内的726名香港政商界人士, 在多份报章发表至全港市民公开信, 要求市民行动起来,止暴致乱。 李小佳表示,香港人是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人, 已经处于非常自由的法治社会, 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智慧,尽快结束暴力行为。 他称,现在香港社会都应该停一停想一想, 共同做出努力,一起往想要的方向走,远离暴力。 在我们历史上所有的时段里面, 暴力永远把我们从我们的梦想带得越来越远, 从来都是把暴力永远是把我们带往我们最不想要见到的噩梦。 所以说呢,什么时候能够让暴力不要牵着我们的走, 我们就有可能慢慢地走向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